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 特别今天早晨 可能有很多幸福小组的 best的新朋友 跟我们一起崇拜 感谢神 我们虽然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还是非常的顺利 完成我们八个礼拜的课程 所以各位的朋友 你们已经听过八个星期的信息 也听过我们刚刚完成的 两个星期的福音主日 今天我们是来个总结 听过很多的道理 也领受过很多弟兄姐妹的爱心 我发现我们的主员 他们很有创意 而且用了很多心意 来预备一些小礼物 不但你们有 我的主员联务 也送给我一份礼物 很有意思 将我的名字都刻在上面 这是感谢神的 实在是看见弟兄姐妹 在不同的岗位当中 能够尽心竭力 来服侍人 服侍主 也服侍我们的新朋友 愿神透过他们的服侍 透过所传的福音 让你们都能够真正享受到 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幸福 是什么 求主保守我们 也感谢主 我们今年也是刚好来到 这个礼拜的感恩节 感恩节是美国一个很大的节旗 要感谢神 他们美国的最原来的意思 是感谢神的带领保守 当然 在美国有个特别的传统 而且总统 会释放两只火鸡 他不用给人吃 他可以在安度晚年 给人好好地照顾 照顾培养他 这两个火鸡 今年两个火鸡的名字 一直叫做玉米 一直叫做玉米心 他们都非常漂亮的两家火鸡 可以说那些幸运的火鸡 可以逃过 给人烤 给人烧 给人吃 我们看今天我们人 是不是 也是可以靠着神的恩典 成为一个幸福幸运的人 免去将来永恒的灭亡 我感谢主透过圣经的话 让我们发现 神其实是为人类预备三个家的 为人类预备三个家 第一个就是肉身的家 这个原生的家庭 我们这个肉身的家 每得选择的 神就按照可能他的心意吧 来给我们每一个人 你身为中国人 白人 黑人 每得选择 那中国人里面 你的姓氏是什么 都每得选择 你家乡是哪里 都每得选择 这个是我们就是接受 但是呢不但如此 神也为我们预备 教会熟灵的家 跟天上永恒的家 那这两个家呢 是一个整体来的 是经过我们的选择的 第一个肉身的家里 每一个选择 但是熟灵的家里可以选择 因为你选择熟灵的家呢 根据而来 你要天上永恒的家 如果用一句 比较出钱的话就说 buy one get one 你得了熟灵的家 将来你要永恒的家 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 你可以决定的 是经过你的选择 去考量的 我不久前讲了一篇 讲过一个题目 叫做生命没有回程票 没错 你不能走回逃路 你从18岁活到80岁 你不能活到18岁的那个光景 只要一直走下去 但是感谢神 你不能要回逃路 但是你可以转移 你人生的方向 本来是向着黑暗的 没有指望的方向来走的 但给你神给你一个选择 你要选择永恒的归宿 这个在乎你 在乎你 你不能改变你回逃的路 但是你可以原来 可以改变你人生的方向 这个决定权在你的手中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也求主给我们明白 这个是何等的恩典 给我们 所以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best man 你们如果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 我真的劝你好好思考 你过去所听过的道理 所听过的信息 求主保守你 机会是你的 你可以用你的人生的决定权 去选择你将来的目的地是什么 没有人勉强我们 入圣的家 我们无可奈何的就向下来 但是神给你预备赎令的家 给你预备永恒的家 这个家是透过你的拣选 你的决定 来决定的 谢谢恩主 我们信的耶稣基督 根据而来很宝贵的 就是洗礼 今天我特别跟各位来讲 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 他就需要面对一个 教会很严肃很隆重也很宝贵的一个礼仪 就是洗礼 洗礼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有着极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找一些答案 第一个很重要的 洗礼的要求 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看圣经马可福音16章15到16节 圣经怎样说 他这个他就是耶稣 耶稣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必难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今天很清楚 为什么洗礼 因为洗礼将信与不信 带来很大的差别 那不但要信 信而受洗就得救 这是耶稣的吩咐 他差遣门徒就传福音的时候 顺便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吩咐 信了你们所传的福音 他带着而来的就是要洗礼 信而受洗这个过程里做完了 叫必难得救 这个应许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很伟大很宝贵很珍贵的应许 必难得救 但是你要听耶稣的吩咐信而受洗 那信什么呢 这是信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救恩 认罪悔改 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助 也相信凡求告主明的就必得救 信了之后 落意接受洗礼 借待他成为你人生的救助 圣洁应许我们 你看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得赐给我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 就是神是我的天父 我是他的儿女 接着很明显 你已经进到熟灵的家里面 一个天上熟灵的家里面 你其中的一员 所以耶稣应许说 细续就是得救在洗礼之先 洗礼在得救之后 不是洗礼叫你得救 而是见证你的得救 这是一个整体来的 信而受洗就得救了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在这个地方 这是耶稣基督吩咐我们 要该做的事情 求主恩待我们这些第一点 很重要的洗礼 要求就是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 第二点 洗礼有什么意义呢 请各位来想想 到底为什么要洗礼 教会为什么要洗礼 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意义 那请看圣经 罗马书第六章 第三到第五节 底里说 岂不知我们就受洗归归 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归 他的死嘛 所以我们这座洗礼归归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这座父的荣耀 从洗礼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洗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为什么信有什么重要 这个信不仅是头脑当 头脑的承认 头脑的认同而已 这个信是包含 一个生命的接纳 一个生命的归录 这个信其实 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 怎么简单 你信就有 不信就没有怎么简单 这个是 我们信这里 信心的 保罗在这里 用几个字来描写 我们是归录 我们是跟他一同 我们是跟他联合 所以这个信是将我们 跟耶稣基督的生命 连在一起 这个洗礼归录他的生命当中 这个洗礼跟他一同承担经历 他所有的 还有跟他的生命联合在一起 所以不再 主耶稣是主耶稣 你是你 不是 乃是借着洗礼这个仪式 提醒我们 我们是受洗归录 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 所以耶稣说 耶稣所做的 就成为你的 我凭信心接受 耶稣所做的成为我的 这里很简单 我们知道三件事情 跟他一同被钉死在一起去驾 一同被埋葬 一同跟他复活 同死 同埋 同活 这个是跟耶稣基督 联为一体的一个明证 所以非常宝贵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受洗 你知道哦 我们是跟主联合 归入耶稣的生命当中 那这种生命的经历 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一个必须经过的步骤 所以用洗礼来证明 来见证我们与主的联合 所以这样来说 一般来说 这个意义的表征 比较容易表达的 就是用敬礼 跟我跟我 跟耶稣基督用敬礼来表明 当我被浸在水里面 就像跟主一同死一同埋葬 从水中上来 这预表好像从血复活一样 所以这个敬礼呢 可以稍微表达这个重要 所以信的重要 就是生命与主相连 透过敬礼这个洗礼 表达我们内心的信仰 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这些洗礼有什么意义啊 简单来说 所以归路跟主联合 与他同死同埋同复活 跟主相连 以跟他不是两个 而是跟他生命连在一起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洗礼带来什么结果 你看 扎拉太书第三章 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圣经这样说 所以你们 因信基督耶稣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洗 归路基督的 都是佩戴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 西里里人 祭主的 为如的 或懒 或缕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流 这里用 我们受洗归路基督的 就是 佩戴基督 他用那个穿衣服的比方 来表明 佩戴就是 好像 把主耶稣像衣服一样 穿在我的身上 所以 我走进衣服里面的话 就是我被衣服包围了 我在衣服里面了 那么基督就是那个衣服 象征着我在基督里 这就是保罗里面 最强调的一个 熟灵的关系 在基督里 我在基督里 基督在我外面 就像穿衣服一样 我佩戴耶稣基督 当我 因信耶稣基督 都是神儿子的时候 我就跟他连在一起 我就为他而活 所以是佩戴耶稣基督 生命的样式 所以不是一个 单单信而已 乃是让我信主 这座洗礼 让我更明了 我是为主而活 因为我是佩戴基督 人从今以后 从我的身上 看见耶稣基督 那个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这个人 受洗归族之后 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命的样式 因为人从我身上 看见生命的改变 看见耶稣美好的品格 在我身边被流露出来 可能你说 牧师不行耶 我还有很多地方不行耶 但是我告诉你 当然追求生命的成长 成熟好的品格 是不断的追求的 但是起码 你有那个新的开始 生命有主的缘故 你就不一样 你有那个生命的动力 因为圣经应许你 你是主耶稣里面 跟主连在一起 你躲在他的里面 他就在你外面 所以让你一洗一动 有新生命的样式 让人从我身上 能够看见基督 看见主的荣美 从我言与行为 是将主流露出来 所以新耶稣 第三个很重要的圣经 告诉我们 不但为他一同钉死去架 跟他一同被埋葬 一同从洗礼复活 从今以后 或者佩戴耶稣基督 人从我的言行当中 生活当中 看见主的荣美 非常宝贵的弟兄姐妹 就主恩待我们 这是一个洗礼的结果 是佩戴耶稣基督 就主恩待 佩戴是代表 穿衣服要在基督里 从今以后 你是基督里的一分子 所以清楚没有洗礼 最少可以分成这三部曲 我们再重温一下这三点 洗礼第一 相信耶稣的救赎 第二 归入耶稣的生命 第三 佩戴耶稣的样式 所以整个整些洗礼 来表明出来 非常重要的 非常宝贵的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best 求主恩待我们 好 这是我们明白 在信仰中 洗礼的重要 但因为我们明白这个真理 你洗礼的时候 这不是糊里糊涂的 而是明白圣经怎么教导我 我怎么去遵行领受 耶稣这个圣经给我的应许 这个洗礼 就不是一个空洞的仪式 乃是一个珍贵的 生命改变的 经历的 信仰的 表明的仪式 那我们教会的洗礼怎么样呢 我们教会的洗礼呢 基本上是采用敬礼 我们教会认识我们基督五家 我们的洗礼 基本上是用敬礼的 因为敬礼 刚才我讲多了 敬礼比较容易表达 与主同死同埋葬 同复活 那个真理 比较容易表达 但是 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 我们就用点水礼 就好像今天 我们本来是 十月六号要洗礼的 我们大概不久前 要洗礼的举行 那都是不方便敬礼 就用点水礼 十月六号本来有的 但是有些弟兄没感觉 比较用敬礼 比较容易表达 他对主的心 还有呢 因为不容易相聚一起 所以这个洗礼 重新再安排一下 因为疫情的缘故 因为特殊的原因 我们可以再考量 但原则上 我们都用敬礼来进行 用特殊情形呢 我们用点水礼 不单的情形呢 有个身体的状况呢 有时候人比较生病 原因呢 就不能用敬礼了 对不对 所以要考量 但意义上呢 是跟主同死 同埋葬 同复活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上洗礼之后 洗礼之前 以前我们一般都要求 上木道班 祭药真理班 有人就说了 我们基督五家受洗 怎么麻烦的上课 才准洗礼 请你不要误会 我们不许说要你上完课 才准洗礼 没有 如果有特殊情形 你时间的关系 你没办法上课 我们可以为你洗礼 如果你没有感觉 有什么特殊情形 我劝你 上完这些课 才受洗 不许刁难人 但是帮助你 对信仰搞得更清楚 来受洗 不许刁难 有很多特殊情形 没有经过 我们跟他个别谈到 也可以信主的 请你不要误会 为什么五家这么严格 读完书才能受洗 没有这个意思 乃是帮助弟兄姐妹 受洗这些 既然你没有这么感受 就希望你能够搞清楚它 信仰有系统的了解明白 让你信主信得扎扎实实 不许单凭感情而已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们尽量帮助弟兄姐妹 来帮助你更多的了解 还有呢 有一点 我常常听见有些人 对洗礼的一些误解 对洗礼有一些误解 我这个牧师怎么久 常常听见的 为什么洗礼对他来说 怎么困难呢 他有一些误解在当中 比方说 有人说我不能洗礼 因为我还不够好 我要做得更好 才能够接受洗礼 我还是很不好 那我就问那些人呢 你认为要多好才能洗礼 多好才算好 你的标准在哪里 坦白说 我们不会靠自己做好的 要记住 不是因为你好了才信主 乃是因为你信了主 你才会好的 再说 你不是做得很好 才信主受洗 不是 你信了主 受得洗 慢慢耶稣就改变你 神就改变你的生命 你多好才好 我们根本就不好 你不进他主的里面 你让神这个机会改造你 改变你 你怎么会好啊 救主要怜悯我们 还记得 我常用有一句话 也是一样的 不是因为你好 神才爱你 因为神爱你 你才 你会变 你才会好的 明白吗 这很重要 有人有说了 我以前洗礼的时候 不清不楚 能否再洗一次 有些人会这样的 刚信主的时候 无力无途的 给人抓去受洗 可是他还没信主 有人是为了人数的 很多原因 他说我以前受洗的时候 不清楚 现在来到武家 看见有些人受洗 我很感动 现在我稍微明白一点 我能否再洗一遍呢 我就告诉他 你不是再洗一遍 你根本还没洗礼 那我以前不是洗过吗 不算啦 你是洗澡而已 不是真的洗礼 所以洗礼有没有意义 是在乎你 跟神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清楚蒙恩得救 那个洗礼才有意义的 你不清楚得救的话 那个根本不算洗礼 你不是再洗一遍 你根本还没洗礼 有 就会遇见过这些情况 他现在才明白了 他愿意在这里 重新来受洗 有的 有人说 我在小孩的时候 父母说 我已经婴孩受洗过了 但是我现在才明白救恩 能不能可以受洗吗 我说当然啦 你婴孩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经过你的绝迹祷告 没有你亲口承认耶稣 是你个人的救主 所以你怎么去明白救恩呢 你还不明白 怎么表示信主 所以现在你明白了 你介绍耶稣说 你救主了 现在才算的 所以真正的 你还没算 现在你重新认罪悔改 清清楚楚 经过你的口 你的决定 你的决志 相信耶稣基督 现在你可以接受洗礼 有人说 我愿意信主 但不愿意接受洗礼 很多人这样讲的 我听过 我愿意信主 但是不洗礼 可不可以 不愿意受洗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我告诉你 不必啦 你为什么信了主 你不愿意受洗呢 你难道要做个秘密的信徒吗 还是跑来教一座卧底 不是的吗 如果你真的清清楚 能跟得就很喜爱耶稣基督 你巴不得 马上受洗归入他的名下 跟他连在一起 对不对 不要做一个不接受 洗礼是个见证 是个荣耀 是个感恩 所以当我接受主的时候 我真的信主的话 我觉得我很愿意接受他 所以你不愿意做一个公开的见证的话 好可能你对救恩还不清楚 你对救恩还搞不清楚 你真的能够清除蒙恩得救的话 我马上接受耶稣做救主 马上接受洗礼 跟他连在一起 有主帮助你哦 重要的 不许愿不愿受洗 愿不愿意清不清楚救恩 你清除蒙恩了 你跟主连在一起 公开的为他做个见证 很重要的 还有一些人说 我不愿意受洗 因为我看见很多基督徒行为不好 所以我不受洗 因为他们很多都不好 我就问你呢 到底你受洗是为人受洗 为你自己受洗 你为他受洗吗 他好不好 关你什么事 你信主是你跟神的关系 他不好 你受了洗之后 你做个好的基督徒给他 给人看 明白我的意思吗 有人信主做得不好 你信对的 你做个好的基督徒给人看 你给人信主 受洗归主 佩戴耶稣基督 活出好的见证 你告诉那些妈妈夫的基督徒 告诉他 那 我将活出耶稣基督的美德 我做个好的基督徒给你看 你不是陶贝 那是跟真相更正面的为主而活 活出人生一个美好生命的美德 那这些都是我想过的 想得到碰见过的一些难题 一些误解 我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明白 你真的受洗 不要给其他啰啰嗦嗦的问题搞着你 一个人你真的清楚蒙恩得救 你在神面前 你很愿意决定心意 接受一个洗礼归族名相 所以归纳这些问题呢 第四点 我给大家来了解一下 洗礼的不是于乃是 归纳起来 分开三大点来看 洗礼的不是于乃是 第一 洗礼不是得救的条件 乃是得救的见证 信而受洗 你看那些细细没有 所以洗礼不是得救的条件 它来是个得救的见证 欢欢喜喜见证 受洗 除非你没有机会受洗 就像我 像两个礼拜所讲的 那个与主同钉使一家强盗 他根本没办法受洗 他不是不想 根本没办法 被钉在上面怎么受洗 他只问你 那个强盗得救不得救 当然得救啊 耶稣亲口答应他 我今天跟你在落园 清楚没有 他有没有受洗 没有 他不是不受洗 但是没有机会 除非你没有机会 你有机会的话 你一定为书做这个见证 公开的做见证 所以洗礼不是得救的条件 乃是得救的见证 第二 洗礼不是得救的必须 乃是得救的结果 跟刚才那些泪痛 他不只必须也进个洗礼 就像有些人说 我们受洗入教 不是的 不是必须的 但是 这个是一个得救的结果 你真的清楚蒙恩得救 你是很乐意接受耶稣做理救主 很乐意接受他所吩咐的洗礼 归入他的名下 这是一个结果 认为自己不够好 就做好他 令自己不够好 靠主恩典信心 依靠耶稣基督 活出美好的生命 让他来掌管你带领你 就够了 所以洗礼不是得救的必须 但是 他是得救的结果 第三 洗礼不是毕业典礼 而是开学典礼 你不要以为你洗礼完了 什么都完了 不是 你才开始 开始做基督徒 开始好好学习真道 为主而活 明白吗 很多时候跟弟兄 洗礼的时候 给他一个洗礼证书 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毕业证书 这是开学证书 那你开崇敬以后 为主而活 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 这个很重要的 我归纳起来 要这三点 所以如果你真的愿意 经过这八个礼拜的幸福小组 接受耶稣做救主 我巴不得你很清楚明白的话 欢欢喜喜 报名 接受洗礼 我找这句话送给你 欢迎你 亲爱的家人 加入我们 熟灵的大家庭 努力吧 要学的还多呢 加油 成为好的家人 努力为主而活 你不孤单的 在里面一大堆基督徒 都是你的弟兄姐妹 你就是我们熟灵大家庭的一份子 加油 耶稣用你 借助你信主归主名下 为主活出美好的生命出来 这个生命 主耶稣跟你同在 那今天我讲完之后 我愿意请我们的姐妹 富海英姐妹 来做一个 得他自己经历过 这个生命改变的见证 不但耶稣改变他本人 改变他的家庭 改变他的先生 让他明白 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 是何等蒙福 何等有恩典 何等有力量 何等有平安 何等有喜乐 我听他的见证 我发现很感恩的一件事情 姐妹给我的见证是 一个人 真正蒙福 幸福 不在乎房子大 在乎心中广 我给你一句话 无宽 不如心宽 何出生命的美好 足在你心中 让我们同听姐妹的见证 然后完了 他会先说诗给我们回应 好 以下我们请 傅海英姐妹 亲爱的朋友们 弟兄姐妹们 平安 我是傅海英 我是傅海英 在记忆中 我是在幸福中长大的 从小到大 都备受父母和长辈们的宠爱 一毕业就结婚了 然后马上跟随先生 来到美国 一切都特别顺利 我也非常信任我的先生 觉得我们在美国 一定能够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 生活在一起之后 才发现两个人的性格很难磨合 我是那种一生气 就需要他来哄我的人 可是我先生 本来就言语很少 每当我生气的时候 他就变得更加不知所措 他总是一言不发 任凭我自己 气到地老天荒 时间长了 我就觉得 我们之间没有办法沟通 他根本就不能够 满足我心灵上的需求 另外 我先生炒股 给家里的经济 造成了特别严重的损失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也无法达成一致 渐渐的 我们冷战的次数越来越多 而且一次比一次长 我变得不会笑了 总是在心里面懊悔 生下了两个孩子 因为 觉得我们这个家 实在是没有一个好的氛围 来养育他们 我也尝试着 改变这种状态 可是 我什么都改变不了 在失望和迷茫中 我常常想 这样的婚姻 这样的婚姻 还要继续吗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来到了基督五家 在这里我感受到温暖 就坚持来参加 从圣经中 我学到了有关婚姻家庭 夫妻相处的一些教导 渐渐对基督教有了了解 期间 很多基督徒的爱心 和生命的见证 也深深感动着我 我非常羡慕他们精彩的人生 经过四年多的时间 我觉知信主了 就在觉知后一个多月 我发现 家里的经济问题 其实比我知道的 要严重很多很多 我先生觉得我肯定 不能够接受这个事情 就一直没有跟我说 发现实情以后 我非常吃惊 特别难过 眼泪不能停 我也觉得这个家 再也不能够过得舒适富裕了 我心有不甘 为什么我要过穷日子苦日子 为什么在我人生最好的时段 我不能够像别人一样去享受生活呢 遇到这样的冲击 我们本来就岌岌可畏的婚姻 应该是会破裂了 就算不离婚 也会是同床异梦 没有多大可能再幸福美满了 然而这样的结局 却没有出现在我的家中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 在我面临这个过不去的坎之前 刚刚信主了 有神和我同行 我前面的道路就变得不一样了 当时 虽然非常痛苦 但不知怎么 却没有生出离婚的念头 也没有和先生冷战 而是一反常态地 主动和他沟通 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 我心里面 就是想要和他共同来面对困难 这样的我 还是从前那个 一有问题 就必须老公来哄 来解释清楚的人吗 我相信 是神改变了我 这种改变 是神在我身上行的神迹 那时候 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家里面的情况 可那段时间 牧师的讲道 还有我听到的一些信息 似乎都是为我量身定造的 专门说给我听的 比如一位牧师 正好讲到钱财的问题 让我懂得了 其实一切的财富都是属于神的 我们的钱财 只不过是神 放在我们这里 暂时管理一下而已 也有的信息说道 不要为明天忧虑 不要担心吃什么 穿什么 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 神都养活 何况我们是神宝贵的儿女呢 神一定会预备的 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若不是神这样的安排 我肯定没有办法 承受那样的打击 我的家会破碎 两个孩子 就会失去了一个完整和谐的家 是神保护我和我的家 走上了一条蒙福的道路 这个经历中 我感受到神的大能 神可以改变我 翻转我的家 我也深深地感受到神的爱 神要保护我 也要祝福我 这些真切的感受 是我那颗沉重的心 得到了释放 我不再忧伤 也不再担心将来 我相信这位爱我的神 一定会为我和我的家 做最好的安排 一段时间以后 同时我也发现了 老公对我的关爱和照顾 比如我想吃苹果 他就会为我削一个 我想喝蜂蜜 他就会马上帮我冲一杯 出去逛街的时候 不想背包包 他就帮我背着 哪怕是女士的 他也毫不在乎 有时候他不开心 他也会为我做这些事情 虽然都是一些小事 但点点滴滴 都是爱 其实他也不是 经过了一些事情以后 才变成这个样子 他一直都这样对我 只不过 从前我不在意 没有珍惜 后来我先生也信主了 虽然家里面还是有困难 我们在租的小公寓里面 住了很多年 虽然出去旅行的次数很少 有很多年我都没能够买新衣服 但是我们夫妻却能够相处得越来越好 可以共同经营这个家 一起照顾孩子 该有的一样都没有缺乏 而且我心里面的那些不开心 那些苦 全部都散尽了 消失了 觉得特别轻松 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样的生活 更美好 更幸福了 现在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了 在我的家中和亲人的身上 都满是神丰富的恩典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跟随神 一切的美好 都是因着信靠神 感谢赞美主 接下来我想用一首诗歌 来赞美神 也再一次的宣告 永远跟随主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 我的心在天天吹向着你 渴望见到你的面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 你的手总是在缠绑着我 把我带在你身边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 告诉我当走的路 没有花香丝往前 你爱河满的长库声高 我心发出惊叹 我心再次以置信相恋 我一起事要跟随主 永不改变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 我的心在天天追向着你 渴望见到你的面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宅 你的手总是在缠绑着我 把我带在你身边 告诉我当走的路 没有话想死往前 你爱何顿的唱歌声高 我心发出惊叹 留了主还要什么 我心与主心相恋 我一起是要跟随主 永不改变 我一起是要跟随主 永不改变 好 我一起做个祷告吧 谢谢天父 给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 有机会听过这个福音 还请特别今天为所有best的朋友来祷告 也许有人已经表示信主 有人还没有表示信主 但主要说你一样爱他们 让他们能够珍视这个决定的机会 熟灵的大家庭 是我们一生的抉择 人生的路没有回头路 但是人生的方向 让我们手中 神尊重我们 给我们要这个选择权 主帮助他们 能够真的海里面有智慧的选择 拣选那个上好的福分 介绍耶稣 做他过内的救主 介绍洗礼 公开为你做见证 成为熟灵家庭的一份子 从今以后 他的生命要极大的改变 因为有礼的缘故 他们生命会不一样 为了姐妹的见证 献上感谢 求主透过他这样的经历 也提醒我们 原来有主在心中 家庭才是一个真正蒙福的 不在乎房子多大 不在乎多富裕 更重要的 有礼在我们当中 人生就不一样 求主祢是福 求主恩待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与我们同在 祷告 祈求感谢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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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